请杨部长 杨部长请 姜妹您早您好 杨部长还有外交部各位同仁 大家早 还有我们李渊的同仁 这个我接续啊 刚刚民进党委员呢 这个问到菲律宾的 这件事件的处理 当然这个 在八年多中 你们发了一个新闻稿 共同发了一个新闻稿 跟Rohas 一共四点 当然其中都很好 第四点有一个词句 这个Rohas呢 对他里面有表示谢意 表示谢意 他是谢谢什么 他的谢意是什么 他不是牵引 他表示谢意 他是谢谢什么 牵引他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 谢意是表达 这个他这一次 让他们有机会 来做有关 弥补双边关系的一些机会 对这件事情 他来这件事情 我们给他来 还有这个 他们总统派他来 对 来从事相关弥补工作 我们给他这个机会表示谢意 对这个机会表示谢意 是 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呢 对我们的处理 的方式 而且对非劳的一个审查 现在又重新做一个 这个调整 这方面可能是表示谢意吧 有可能但是跟委员报告 我跟他今天早上的协议就是 就非劳部份 我们会检视 目前对他所采取的一些对应措施 然后事实做一些调整 对我看是 这个谢意出来 我想国人也会关心这两个事 谢谢 这个当然有这样的结果 坦白说我们杨部长 还有这个理事长 各位相关同仁 都很都很进行进行 谢谢 这个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里面跟主权问题无色 完全是一个司法管辖权的 就像讲一个定格的问题 那媒体曾经也问到我这个问题 那我也做了一些表达 当然出来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我们是绝对可以接受的 谢谢 国人也当然要可以接受 谢谢 但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 我不知道杨部长 是不是觉得还可以 做一些 是我们 一些检讨 打笔方讲 这个 为什么 吴院长 这个在立法院就说 罗哈斯来 就是要道歉 不道歉就不必来 当然 那我们的一个认定 罗哈斯 如果他是要来道歉 这个 吴院长认为他是要来道歉 那这个信息 那在他来之前 就要告诉菲律宾 你来就要道歉 否则你就不必来 那来呢 他没有道歉 显然他的没有授权 要来道歉 跟你谈了很多嘛 那然后呢 就见马总统 马总统一直出他的错误 一共有主要的有三项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也是期盼他道歉 但是他是没有道歉 他就回去了 这个让国人有一个期盼 然后一个落差 就是说一下子把总统退到火线上去 这个 而且又是接着是吴院长 说他要道歉 否则他不必来 国人的媒体的报道是如此 国人的 而且吴院长亲口的话也出来了嘛 所以这个安排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可以检讨的 如果 如果到总统那边 总统那是挂第二倍 你已经安排好了 你再跟我道歉 我见见你 还要 要把总统退到第一线 这个 是不是有点需要再思考 这个 你甚至于可以见副总统 甚至于见院长 再去 再去 把他 给他一点压力等等 所以在过程里面 是不是 还有一些改善的一些空间 是 我们这个虚心 这个接受您的这个指教 我们会检讨 谢谢 是不是可以 可以 做一些 做一些考试 跟委员报告 那个角色过程 确实是有一点转折 这个 蛮辛苦的了 有这样的结果 我是说 是 国人议长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 谢谢 我们 我可以让你知道 在党里面的内部会议 这个马总统 在 主席的身份 在开内部的会议时候 对杨 杨部长的一个处理 还是 于高度的肯定的 是 很不容易的 谢谢 刚刚民进党立委 提到 这个利比亚 还有埃及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 要高度肯定外交部 但外交部不太会作秀了 我说实在话 那么兵皇马乱的时候 拍飞机调度 我们代表前往59个 国人安全的回来 11个从利比亚安全的回来 是 我们是没有邦交 跟这国家 周边国家 没有一个跟我们有邦交的 是 我们有些国家 约旦算非常友好的 然后进行一些安排 很不容易的 这个 马总统内部会 也是高度肯定的 谢谢 可是这个国人呢 没有 给国 给我们外交部 来 来 来 加油 或者 赞 赞许 是 这个呢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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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一下 谢谢 外交部都很 就是说 很客气了 在文权媒体方面 再加码 是 谢谢 另外 我要一个问题 请教一下 我看到你 包括刚刚你也提到 我们 跟很多国家之间的 一些邀访 国会 是一个非常的重点 是 我们在欧洲议会 去年 我们 邀请了159位 国会议员 数目相当不错的 欧洲议会的议员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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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绎不绝的前来 是 日本 国会 也有98个 是 国会议员 是 参院 众议员 是 到台北来访问 美国跟我们关系 这么密切 我们看到 美国的参众议员 只有18位 是 比日本少了 80位 是 13位众议员 3位参议员 只有两位 州长 这个在 我们以前 北美市工作重点方面 显然这个力道 要再 要再加 是 当然 情势是有改变 因为我们跟 两岸的关系 和缓 他们到大陆去 我了解 大陆对 美国国会工作 下了很大的力道 是 连 助理 也邀请 就学我们那一套了 是 参众议员 也去 在这方面 他们去 北京 去上海 请他们顺道 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还是相当重要的 是 我们这个 这伙伴 相当重要的 是 我们不能讲是 Ally 我们没有邦交 我们现在军收方面 也要靠国会 是 一天我职群 高部长 是 我们是蛮着急的 是 我们去年得到的军品 是十年前就要给我们 是 George Bush Jr. 他就要给我们 他宣布的 是 他宣布的 就这个来算 这个是十年前的 旧东西 是 就是 当然给我们是新东西 可在那个来讲 是out of date 这个我们 国会的力道 要加把劲 杨部长 就在国会议员 我刚刚提到 这几个主要的区域 来了那么多 当然 你说他们远吗 欧洲也很远 是 这里面 你能让 让国内了解一下 以前我们邀房 外 北美市那简直是到 我一天到晚跑机场 在车上吃便当 是 从松山机场 一直到桃片机场 接不完的 是 这什么 什么原因 使得国会 来邀房的 人数 减少了这么样的 显著 我想 这个跟 江源报告 确实我们在美国 国会的工作力道 并没有减少 只是 相对的 他们增加了很多的 这个工作力 这个是 比较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 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 有太多的议题 而且这些议题 都是相当重要 所谓重要就是 需要美国政府跟国会 关注的议题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现在跟美国的各种 附信 这种关系 在平顺的过程之中 他就没有那种特殊的需求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 这个美国国会议员 各界人士 对于这个中国大陆 他有一种 过去是比较封闭的地区 他现在开放的事情来 他认为是很多地方 可以去让他去看看 了解的 吸引力的地方 这个也是可能是一个 负担的原因 不 跟委员报告 我们会尽力来努力 我们会请我们 驻美代表处 还有部里面的相关同仁 一起再加到力道 杨部长 这个驻美代表处 做得非常好 是 驻美代表处 也做得非常好 是 比我们的预想可能还好 是 这个 这一环呢 是 不要忽略掉 至少他来 经过我们这边 也是对我们一个 一个支持的一个 一个gesture 是 也很重要嘛 那我能感受到吗 这国会关系很强 你说我们之间没有问题吗 也有很多问题 是 我要请教一下 是 这个 TIFA跟 这个我们 美国牛肉有没有关系 在谈判的进程 美国牛肉 必须很坦白跟委员报告 确实是有一点牵连 对 这里面就需要 需要来来来来 磋商啊 这也是我们 各方面各方面都要来磋商 是 另外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有90个国家 已经免签证了 是 美国 还没有办法 是 我相信他不会是 第一百个 你预判他是第一百个吗 我想 难度蛮高的 蛮高的 跟牛肉有没有关系 这个公开讲不会 是有关系 但是我们在各方面的 这个 因素之中啊 不能够排除 我想 多多少少 有钱 就跟美国之间的 这沟通的问题 还是需要加强 是 跟委员报告 跟委员报告 外交部 我那一天还跟总统院长提到过 外交部的工作 我发现 我想大概 这个 我的老长官 部长也知道 现在是包山包海 没错 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望啊 这个 美国的免签证啊 都到底欧洲都给 反恐等等 很多因素 我希望早点把它解决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有人说 美国不给我们签证 因为 我们到美国的签证费 AIT收来 他们可以自己用 就像我们以前 驻美代表处 所有的签证费 可以自己用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是不是因素 或者因素之一 他不会讲 他没有讲 我们也不要把它当成这个因素 但是 有人这么想 有人这么讲 这也要沟通啊 你要向美国 国务院要预算了 你不要说是收到 收到这个 相当大的一笔钱 我再请教一下 AIT他们 现在工程进行的怎么样 要办的新的一个管制 现在地基已经 已经打了啦 已经开始挖了打了啦 这个应该是 这个还很顺利 还很顺利 还很顺利 我想 在这方面呢 想办法 多跟他们沟通一下 你不要 不要收我们的签证费啊 这个为主要的考量 当然不是主要考量 也不要做次要考量 给我们免签证呢 这表示两国关系的 一个很重要进步的象征 对 好不好 谢谢 非常辛苦 高度肯定 继续努力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